从今儿开始 咱们俩解除情侣协议啊 你赶紧去给我找陈先生 吃醋了 就这点心眼 还想当我男朋友呢 我这也没带明天 你好 我是童语 志东科技 一个打工的 我知道你 虽然咱们第一次见面 但经常听许多提亲你 错了 他统语过我 肯定也没什么好花 走哪儿去了 怎么先进来了 抄了近路了 快 坐下 永远都这么绅士啊 我来介绍一下吧 不用了 已经认识了 我们俩刚才聊了半天了 差点放了个大错误 哪有 很有趣 看来很熟啦 这么临时叫你出来吃饭 没有影响你工作吧 你叫我出来见你的朋友 我很高兴 再说了 我又不是机器人 我总得吃午饭吧 终于见到鼎鼎大名的佟先生了 幸亏 今天有幸能和国王先生见面 那是我的荣幸啊 别别别 不认识 两个男人说话好官方啊 今天我们来 不是为了这么官方的事情 不用给我试音声 我跟国王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的习惯就是有话直说 他呢 一直觉得咱俩是情侣 所以今天把您叫出来 就是想见见本尊的真容 那怪不了人家 咱们俩总被误会 你不认识 已经是你男朋友了 不是 他就是好奇 你可千万别误会啊 我跟许多 是因为有一些事情 联系得有点频繁了 但是 我们是那种纯粹的友谊 二十四K纯金 你这话不严谨 这足金啊 还有百分之零点零零二的杂质 咱们俩之间一点杂质都没有 对不起 这是我专业 我都觉得自己有点矫情了 最近在做贵金属金融 小买卖 对了 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子叶是我初中的学长 我们又一起上了高中 当年很照顾我 那这么说你 郭崇 还有她 我们三个十一高中呢 对 难怪 她小时候 不是 她那会儿啊 真没现在这么漂亮 大方得体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丑小鸭 变天鹅 女大十八变 你看看现在 你是缺久了 干了啊 别别别 慢慢喝 来 我要去趟洗手间 你 不许多讲话 饱了吗 可以吃饱 你对许多是不是有好感啊 那你呢 你真用不着这么对我有敌意啊 我跟许多的关系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说得清楚的 没关系 我有得试试 就是 那我就跟你委委道来 我们俩之间的这种亲密啊 是那种不分彼此的熟悉 有共同的目标 一致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 我们并肩一起奋斗 所以说你的外号叫国王 然后他的微信头像 带来一个王后的皇冠 我们俩绝对不是 你想象当中的那种 恋爱关系啊 更像是家人 所以这么多年 一直保持着默契 我知道我现在我跟你说什么 我都说不清楚了 就像冰山 露出来的只有八分之一 剩下的都在海底呢 这是寻常目光 不能触及他 你们两个这关系 还真挺深的呢 确实不是一般的目光 可以触及他 但是我不是一般的目光 兄弟啊 你不了解我们 你们 对 我们 你们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聊 聊一下陈先生的工作 看看最近金融走向怎么样 以佟先生的资质 如果设立金融圈 绝对如鱼得水啊 那太好了 赶紧把它挖到你们公司 这样的话呢 我也生生气 我一会儿啊 真有事 喝完这口 我得走了 别走啊 难得出来吃一回饭 我呀 还得唠叨两句 我和许多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好朋友 他很不容易 有时候呢 我能帮得上他 但大多数的时候 我帮不上什么忙 因为太熟了 他但凡有麻烦 第一个 绕开我 尽香情妾 人之常情嘛 你别这么说啊 这么多年 你帮了我多少次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 一次一次 带我走出那么多坎 我到现在 还是个畏首畏尾 不知道在哪儿玩泥巴呢 咱俩就别说了 今天啊 能和佟先生 在这儿见面相识 我很高兴 往后啊 许多多多照顾 他有时候啊 真的是分不清人情事故 你知道 那脑袋上就像悬着一根 打磨克里斯之剑 你咳嗽我也得这么说 他这种性格 有时候无往不利 但有时候 会给自己招来再回 你放心好了 许总呢 是我们公司的管理者 我们大家都很爱他 即使有一天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有我在 那根见惠稳稳的悬在空中 永不下坠 和聪明人聊天 有趣 同感爱 行了 我走了啊 服务院 买单 您好 这位先生已经买过单了 说好了这顿我 请啊 等回头 你们俩一起请 请 拜拜 拜拜 现在可以放心地合作了吧 你现在啊 应该没什么 什么意思啊 我这么说的 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 有点儿说不准 但是凭一个男人的直觉来说 这哥们肯定对你有意思 这么说的也有点道理 没准以后我们两个人 还能发展一下 漂亮 从今儿开始咱们俩解除情侣协议啊 你赶紧去给我找陈先生 吃醋了 就这点心眼 还想当我男朋友呢 你不会真走心了吧 我是一个演员 我是一个演员 我告诉你 这一遍你给我老实一点 想当我女朋友是吧 首先在生活当中 你得学会妥协我 照顾我 明白了 就是万人面前给你面子 除了这个以外啊 我一个眼神 你必须得懂我 照着我的意思去做 别得寸进尺 公司的公事我做不到 那这么说吧 退一步啊 咱们公司的事除外 但是在生活男女朋友这方面 你是不是得做到 可以 成交 你干吗 咱俩只是演个戏 不用牵手吧 可是想拉钩啊 本男友现在又不想拉钩了 本女友对你的回应 你别闹开车了 懂不懂交通法啊 开车了就不能乱闹 乖